随着Mid Journey 5.2模型推出的Zoom Out功能 有许多好玩的用法 本次影片就跟大家快速介绍其中的四种用法 在影片开始以前 我想做个简单的生命 Introversify频道 是我一个人在YouTube上经营的频道 我并没有授权任何人 以任何形式在其他平台上 以他的名义来发布这些影片 如果各位在其他平台上看到本影片 请到我的Discord伺服器 或于YouTube影片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 首先 这是一张再正常不过的猫咪图 使用Zoom Out拓展 一切都合情合理 不过我们也可以利用Custom Zoom 来达到完全不同的效果 因为拓展的部分是原图的四周 且原图本身不会被改动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Custom Zoom 再输入完全不同的文本 来营造一些平时不太可能 用正常文字指示 营造出来的场景 我个人觉得 只要把构图事先想好 我们是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来构筑复杂奇幻的图像 第二个方法 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直不停的Zoom Out 来达成类似Stable Diffusion中的 无线延伸的动画效果 Infinite Zoom 方法是先从最细节开始 然后一直不停的Zoom Out 这中间可以交替使用Custom Zoom 和Zoom 1.5倍或2倍来控制你的构图 不过为了之后动画制作时 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建议放大的幅度 要始终保持一样的倍数 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免费的剪辑软体 如剪映 来通过关键影格 将图片排起来 并进行放大或缩小的效果 如果觉得Bit Journey的原始图档太小 可以使用Stable Diffusion的 Extra类别中放大功能 或是用Upscale Media 这个免费服务来放大 这样动画效果就会更细致一些 要注意的是 经过几次测试 我发现Bit Journey在Custom Zoom的过程中 经过多次拓展后 很容易就会产出一片黑的图 这可能跟每次Custom Zoom 都很容易产出四个角落 见晕深色有关 建议Custom Zoom不要超过八次 第三个用法 是针对旧图像 在5.2以前 产出的图像 要怎么样才可以使用Zoom Out功能呢 首先 我们可以在Mit Journey的官网上 浏览我们曾经产出的图 找到想要放大的旧图后 通过这里来获取到Job ID 我们就可以回到Discord上 使用Show指令 来重新召唤出这张图 并且你会发现 重新召唤的图下方 就会有Zoom指令可以使用了 除了Mit Journey网站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Discord上搜索 我个人比较常用这个方法 使用关键字搜寻起来 速度会快很多 找到想要放大的旧图后 在该讯息上 回应信封的表情符号 Mit Journey机器人 就会将Job ID 以及其他讯息如种子 以私讯的方式寄给你 获取到Job ID后 后面的操作 就跟前面一样了 第四个方法 是通过Custom Zoom 我们不只可以拓展图片 我们还可以借此改变图片的比例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小心将图片的比例搞错 或是图片出来以后 发现换个比例可能会比较好看 这时候只要在Custom Zoom的输入栏上 将比例的部分改成想要的即可 用这个方法生成出来的图片 跟我们重新用同样的文本 不同的比例来生成的效果比起来 前者的效果会好很多 好了 本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并追踪本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